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本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 这意味着在一切听党话 所有新闻已受到严格新闻审查的当今 当局将停止所有非公有资本投资 或进入与新闻相关的产业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10月8号在官网上发布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 征求所谓社会公众意见 今年的负面清单增加了 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 对非公有资本参与新闻采编播发等业务 进行了全面和详细的限制 该项禁止涉及六个方面 一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 二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 广播电视播出机构 广播电视站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 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 三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 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 四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 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向 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 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 五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 六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 发改为刊登的负面清单 征求意见列有禁止准入事项六项 许可准入事项111项 共计117项 比2020年版的123项减少了6项 路透社周六在报道这条消息时表示 中国政府一直在加紧对公众话语权的控制 指责娱乐界污染社会而加以整肃 要求规范互联网和手机浏览器资讯信息传播 停止传播谣言 取消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 禁止发布任何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容等 有报道表示 就在11年前胡锦涛温家宝主政的2010年1月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下发 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首次对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 提出具体目标任务和措施 包括通过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有序进入新闻出版产业 鼓励上市融资资本重构等措施 继续推动中国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 北京以一推出的不准非公有资本进入新闻业的新规定 被认为将是其相关政策的一项严重倒退 违反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主管的传媒茶话会 引述中国际协书记处书记顾永华认为 这是要防止出现非公资本 为了牟利的目的 资议干预主流议论的现象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朴熙廷相信 自媒体的一些街坊原创内容生产 并不在这个约束的范围内 中国报业荣媒研究中心主任周静指出 现在存在一种现象 新闻机构会把一些版面 频道频率栏目公众账号外包出去 这就导致新闻机构商业化严重 也失去了自身公平公正的新闻立场 如该负面清单推行后 主流媒体相关紫账号紫栏目 应在具体业务上进行厘清 将新闻内容生产传播等核心业务 与市场化经营业务完全切割分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 黄楚新提醒媒体 此条负面清单出台后 商业媒体将不能再编译境外媒体的新闻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思新认为 之所以这样规定 其主要目的是防止一些自媒体成为国外政治势力 商业力量的代言人二传手干扰舆论生态 彭博社报道则指出 这是中国今年对网约车电子商务 课外辅导等多个行业 进行全面监管整顿中的最新举措 以进一步削弱非公有资本 在一系列媒体业务中的影响力 该社以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为例 指该公司就投资了香港南华早报 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和微博 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 也持有财新传媒股份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上述 拟出台的措施是新的限制举措 还是旨在堵住民间投资者 利用漏洞的增量举措 但这确实表明监管机构 有意加强执法 中国楼市面临5万亿美元惊人账单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四面楚歌的房地产开发商 中国恒大集团 是首家在中国政府控制房地产市场的行动中 陷入严重困境的知名房地产公司 这可能不是最后一个 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表示 随着中国进入许多经济学家 称之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房地产热潮的最后阶段 中国正面临着一笔惊人的账单 开发商在经济繁荣时期 背负了超过5万亿美元的债务 这一债务几乎是2016年底的两倍 超过了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日本去年的整体经济阐数 全球市场正准备迎接一波可能的违约潮 在向国际债券投资者借款的开发企业中 约有五分之二的企业的债务出现了警讯 中国领导人正在认真对待债务问题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遏制过度借贷 但是再不破坏房地产市场 让更多开发商陷入瘫痪 造成中国经济脱轨的情况下 做到这一点正在成为中国领导人 多年来面临的最大经济挑战之一 而且如果管理不善 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中国豪宅开发商花样年控股 未能偿付2.06亿美元的到期债务 9月底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的恒大地产 错过了两个债券的复习期限 上周亚洲债券市场出现了垃圾债券抛售潮 上周五ICE美国银行亚洲公司美元债券指数中 59家中国开发商中的24家公司出现问题 这表明违约风险很高 一些潜在的购房者现在正犹豫不决 迫使开发商降价以筹集现金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 可能会加速房价下滑 根据一居中国的数据 中国100家最大的开发商 9月份的总销售额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6% 报告显示 包括中国恒大碧桂园和中国万科 在内的10大开发商的销售额 同比下降了44% 经济学家说 大多数中国开发商仍相对健康 他们表示 中国政府正在加大火力 针对金融体系的严格控制 以防止出现所谓的雷曼时刻 即企业倒闭滚雪球般演变成金融危机 特别令人担忧的是 一些开发商严重依赖预售的做法 即买家为尚未完工的公寓提前付款 这种做法在中国比美国更加的常见 这意味着开发商实际上是从数百万的家庭中 得到无息借款 这使得继续扩张更加容易 但如果开发商倒闭 买家只能得到没有完工的公寓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预售和类似交易是该行业 今年截至8月以来最大的资金来源 经济学家表示 北京担心经过多年的房价快速上涨 一些人可能永远无法登上住房的阶梯 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 可能会加剧社会不满 大城市里的年轻夫妇 开始因房价过高而难以成家 根据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的数据 北京或深圳的公寓中位数 现在是家庭年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倍以上 当局表示 他们担心房地产市场对金融体系构成风险 然而控制开发商的商业模式 和限制债务几乎肯定会减缓投资 并至少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而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之一 房地产和建筑业 占据着中国经济的很大一部分 研究估计 从广义上来说 这些产业占中国经济活动的29% 远远超过其他许多国家 房地产市场增长放缓 可能会蔓延到经济的其他领域 影响消费支出和就业 野村证券估计 截至6月 中国开发商累计了5.2万亿美元的债务 据称其中最大的份额46%来自银行贷款 债券市场约占10% 包括相当于2170亿美元的美元债券 其中许多债券评级为垃圾级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感谢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出丑 引用孙中山明年出错 背积不如高中生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总书记习近平9号 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强调中共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 又引述孙中山所说的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指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 然而根据中国补交业者的网络 提库中的标准答案 孙中山所称的世界潮流指的是政治民主化 而并非是习近平想强调的民族主义促统 习近平9号发表谈话时提到 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说 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 还说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事所决定的 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 正向孙中山先生所说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不过根据中国规模最大的教育培训机构 新东方在线 线上教育平台提库就有 孙中山所说的世界潮流 指的其实是国际政治民主化的潮流 与习近平意在强化中共促统反独立场 表示统一台湾是大势所趋的一席化 意思完全不同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 你的师爷到底是给你你的什么稿 他没念高中吗 他只有小学毕业能说出这样的重要谈话 由此可见他真的是没念过高中 在中国只要念过高中就知道他是在闹笑话 好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新疆恢复常态了吗 美联社记者皆真相了 据苹果新闻网报道 美联社10号以恐怖与观光新疆放松监控 但恐惧依旧为题 报道中国近来邀请外媒到新疆采访 展示大街上已不见过去的铁丝网监视器和街头盘查站 甚至连过去罕见的年轻男性也再度出现了 似乎凸显新疆已无针对维吾尔族人的恐怖监控气氛 而是回归常态 不过美联社记者却揭开真相 称恐怖依旧监控严格 报道只称 中国显然是有意借这波大外宣 回应国际质疑及谴责四年前开始对新疆的迫害 包括关押当地上百万人口等 不过尽管中共试图粉饰太平 但过去四年来恐怖的证据依然到处可见 记者指称 当自行车店老板得知他是外国记者时 立刻露出警戒神色 然后打电话给警察 便利商店店员跟他闲聊 谈到最近生意不好时 马上有跟在记者身后的不知名保镖上前 后来当他们再度造访同家商店时 电语员一言不发 只比个嘴巴上拉链的手势 然后就跑掉了 记者更称 有一次凌晨四点 他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 遭到数十辆汽车尾随 每次他想跟当地民众闲聊时 就有保镖上前 要听清楚所有对谈 他也发现 当越接近乡间 对于采访记者的监控 显然越加原格 报道形容 维吾尔人迄今 依然生活在无形的局限当中 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 几乎不可能拿到护照 在往返新疆的飞机上 多数乘客都是汉人 居住在外地的维吾尔人行动 受到跟踪和监控 必须向当地警方登记 并定期向官员报告 居住在新疆的维吾尔人 则不被允许离开该地区 甚至不能随便离开 住家或店面太远 在远离观光区域的乡村深处 控制也更加严格 外国媒体在乡村广场上 与一名维吾尔族老人聊天 对方只讲了 我们这里没有新冠病毒 一切都很好 随后就有汉人干部上前 想知道谈话内容 并用维族语言告诉村民 不管他问什么 就说你不知道就好了 在参观中共控制的新疆 伊斯兰学院时 两面话更加明显 官员们声称 该校训练学生成为 伊斯兰教师伊玛穆 他们每天可以诵经五次并祈祷 还可以得到奖学金 和在埃及求学的机会 且已有数万人已经毕业 最近因为想入学者中 还增设了一个新校区 只是被外媒募集 该校区入口处旁 就有一个警察局 该校学生在官员监视下 回答外媒问题 称宗教自由被载入中国宪法 完全自由 但记者翻阅桌上的教材章节 却是汉字 一个好的中国穆斯林 必须学习普通话 学中文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必须感谢党和政府 创造和平 和我们要努力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疆 等等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纽约时报说 美中因台湾踏入危险新领域 据苹果新闻网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号 以美中台关系为头题 直指现在台湾已经成为加深 美国和中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不合与对抗的核心关键 可能引发军事冲突 并且重塑区域秩序 报道指中共军机近来加强扰台 至史上最大规模 让台湾战机仓皇升空应对 引发美国警告中国 其挑衅性军事活动 以破坏区域和平与稳定 虽然共军的军机加强扰台 目的在于施加政治压力 而非战争的前奏 但中国在金融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 已让维护台湾安全日益复杂 随着对抗加剧 台海周边平衡 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台海僵局也被推向危险的新阶段 习近平9号在北京声称 台湾独立是对民族复兴的 潜在的严重隐患 中国希望和平统一 但任何人都不应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专家直言台湾议题 现在已经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中心西马 美国前亚太驻清罗素形容 美中关系宛如几乎没有什么绝缘层的电线 不难想象会因电线交错而起火 报道称 随着中国军事实力高涨 中国军机侵台首度成为可能 甚至具有相当吸引力 美国虽然想阻止 但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在亚洲的军事主导地位 逐渐遭侵蚀 台湾人民对统一的反抗力度越来越大 但军事准备度却已枯竭 美中台三方都试图表现避免战争的决心 结果却是引发连串的反制行动 加剧不信任 并增加误判风险 以去年10月为例 当时美中关系已经紧张到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亲自致电解放军高层 以免他们误以为总统川普已经准备向中国发动攻击 另一方面 美国在新冠疫情及政治动荡 也让习近平在内的许多中共官员认定美国的实力已经动摇 因此也越来越有信心采取侵台行动 部分中国军方高层认为 如果台海爆发战争 美国不再有出兵的意愿 另有部分认为 在适当的条件下 解放军可能会取得胜利 而这种姿态也再度提高美中的紧张层级